曹操对刘备的评价很高,天下英雄有一对,你我二人,曹操也在酒桌上,确实说出了刘备将来会是他的对手。 那么,曹操为何不干掉刘备,已决后患? 下面,请大家跟着一关历史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一关历史带你一起了解三国历史故事。 竹酒论英雄的典故出自三国演义,讲述的是曹操,刘备两人在许都边竹酒边谈论天下英雄的故事。 当时,穷途陌路的刘备投靠在曹操处,一天,曹操邀请刘备到没缘喝酒,席间,曹操抛出当今天下谁是英雄这个问题。 刘备却假装糊涂,不左右而言他,最后当曹操说出,今天下英雄,为使君与操儿。 这句话时,被戳穿心似的刘备手,不自觉地一哆嗦,一双筷子掉落地上,幸亏此时打了一个响雷,刘备才以此为借口搪塞过去。 事实上,在《三国志》中,确实有《九卓论英雄》这档子是,罗冠中正是根据《三国志》中的记载。 在《三国演义》中,加以精彩演义后,便有了《主九论英雄》这个典故。 在曹操,刘备两人喝酒论道之时,正是刘备最落魄的时候,此时诸葛亮还在南洋种田。 而刘备则难觅落脚之地,无奈只好投靠曹操,也就是说,曹操此时如果要杀刘备,是一如反掌之事。 然而,令人费解的是,曹操在明知刘备是他唯一的对手,他自己说的。 而且,刘备实力也正处于最弱的情况下,既不选择杀了刘备以绝后患,也不选择将刘备软禁在许昌以为已用,而是在不久后,将刘备放走了。 这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千古谜团。 那么,曹操为何要将刘备放虎归山呢? 今天,我们就拨开重重迷雾,还原出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。 逐久论英雄前天下行事,曹操在逐鹿中原之战中胜出,但陷入四面还敌的战略困境。 东汉末年,在黄金起义的沉重的打击下,早已腐朽不堪的东汉政权名存实亡。 而在镇压黄金起义的过程中,各州郡长官,地方豪强趁机割据一方,并脱离了东汉中央政府的管辖, 天下形成了群雄并起的局面,群雄之间彼此争权夺利,互相兼并,造成中原地区白骨鹿与野,千里无机名的凄惨景象。 公元199年,在经过十多年的混战后,由于、韩复、陶谦、吕布、袁树、公孙赞等豪强先后出局,天下的形势逐渐明朗。 袁绍在战胜公孙赞后,已具有幽、济、清、并四州,近有河北之地,成为当时实力最为强大的军事集团,而袁绍要实现统一天下的大业,就必须南下。 在这种情况下,袁绍与曹操之间必有一战,曹操在逐鹿中原之战中胜出,占据了衍州、徐州、徐州、斯利地盘。 而且,曹操又拥有协天子以令诸侯的法理优势。 这就是后来诸葛亮在龙中队中所说,今曹操已拥百万之重,协天子以令诸侯,此城不可与争锋。 当然,此时曹操并未拥百万之重,但也是当时唯一有实力能与袁绍一较高下的军事集团。 但是,协天子以令诸侯是一把双刃剑,此举虽可让曹操拥有法理上的优势,但也引起天下共奋,使曹操成为众矢之地。 曹操的地盘处于四战之地,北有袁绍虎视丹丹,西有关中诸将观望。 南游虎聚荆州的刘表叙事待发,而孙策也在东南方向东吴蠢蠢欲动。 就算是寄居篱下的刘备,实际上也受到了国舅董成的策反,刘备在犹豫中。 所以,曹操此时的处境实际上是非常严峻的。 如处理不当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,而主九论英雄,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。 曹操为什么要将落魄的刘备与自已相提并论? 曹操此时是雄聚中原的一方诸侯,而且又邪天子以令诸侯,威震天下。 而刘备此时却是兵少将寡,只能靠张飞,关羽冲门面,甚至无法拥有方寸立足之地,只好寄人篱下头靠曹操。 可以说,刘备在实力上与曹操相差甚远,根本没有可比性。 但是,曹操此时却一反常态,他不仅表现主为左将军,理智欲众,出则同于,作则同席。 而且还当面对落魄的刘备说出金天下英雄,为使君与曹尔这样的话,无风不起浪,无根不长草,曹操在刘备落魄之时,不仅对他愈加尊重,还将他与自己相提并论,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? 一,英雄所见略童,刘备在重走当年曹操走过的路,曹操年轻时,被周俊举笑脸为狼,受洛阳北部位,他上任后雷厉风行,铁腕治乱,曹操让人制作了红、黄、绿、白、黑五种颜色的棒子,在衙门左右两边各放置了十多根,并规定,犯法者,无论地位高低。 一律傍杀,几个月后,汉灵帝身边的红人,宦官简朔的叔叔,维基夜行,被曹操一律傍杀,从此,曹操声明确起,很快就被征召任命做了一郎,而刘备当年,在任平原国相时,则对外抵御贼寇,在内乐善好施,实行人证,刘备平时完全没有架子,即使是普通的老百姓,都可以与他同袭而坐。 同轨而食,这在等级森严的东汉是非常难得的,连来刺杀他的刺客都不忍下手。 所见刘备深得人心的程度,而刘备也因此名声远播,连在北海的孔荣都知道刘备的人意之名。 曹操治乱以言,而刘备则治民以人,两人虽思路不同,但都是为了达到共同的目的,在默默无闻之时,迅速树立个人威信,而且,他们也确实达到了树立个人威信的目的。 另一方面,刘备不注重单次战役的成败,这是他胜少败多的原因之一,而且他也不纠结于某一城池的得失。 但是,刘备却注重以仁服人,不管是公孙赞、袁绍、孔荣、陶谦、吕布,还是后来的刘表、孙权,包括曹操自己在内,都没有人在刘备落难的时候拒绝过他,这就是刘备能够败而不灭的原因。 也是刘备的可怕之处,无独有偶,曹操之前曾与袁绍讨论过如何平天下的问题,当时袁绍认为要先占据河北,然后在南下争夺天下,但是曹操的观点却与刘备不谋而合,他认为只要借助天下人的智慧、谋士和力量武将,然后顺势而为,就能达到公无不克的效果,正所谓外行看热闹,内行看门道。 刘备的所作所为,当然逃不过曹操的目光,曹操认为他与刘备是英雄所见略同,这就是他对刘备说金天下英雄,为使君与操尔的原因之一。 二、曹操未雨绸缪,刘备是仁义的化身,曹操想拉拢刘备对抗袁绍公园199年,即关渡之战爆发的前一年,曹操虽然已在逐鹿中原之战中胜出,但是,他的实力与袁绍相比,还是明显处于下风。 而且,曹操的地盘处于四战之地,而周围都是虎视眈眈的群雄,曹操对自己面临的处境也是心知肚明。 因此,他未雨绸缪,提前为即将到来的关渡之战做准备,而刘备正是曹操可以争取成为盟友的为数不多的人,准确地说,应该是唯一可以争取的对象。 另外,上面说过,刘备当时在群雄之中拥有极高的声望,是唯一,一个没有负面新闻的人,简直就是仁义的化身。 当年孔荣、陶谦、陈灯等人在三劝说刘备接手徐州就是明正,如果能争取到刘备的支持,曹操至少可以部分消除因邪天子以令诸侯所造成的不良影响。 在口碑上不输甚至超过当时众望所归的袁绍,所以,为了成功拉拢刘备,曹操就给予落魄的刘备超高待遇,并将刘备与他相提并论了。 综上所述,曹操之所以将落魄的刘备与自己相提并论。 原因之一是,曹操认为他与刘备英雄是所见略同,拥有相同的理念,因此惺惺相惜。 原因之二,是因为曹操处在四战之地,四面还敌,而且他的军事实力、口碑都在袁绍之下。 所以,为了确保能在与袁绍的对决中获胜,他就想拉拢当时以仁义闻名的刘备加盟。 以增加胜算,曹操为何要将刘备放虎归山?曹操当年在袁绍的极力扶持下,才有机会在逐鹿中原之战中胜出,但现在,他却成为袁绍的最大对手。 所以,曹操很清楚一山不容二虎的道理,因此,他不会傻到给刘备咸鱼翻身,从而成为自己统一天下拦路虎的机会。 但是,因为以下两个原因,最终刘备还是成功上演了金蝉脱鞘之计,并从此成为曹操一生之敌。 关度之战前,刘备对曹操还有利用价值。 关度之战前,天下的舆论一边倒地支持袁绍,这让曹操感到沮丧。 他急需像刘备这样拥有崇高声望的人才加盟,以提高自身的声望,同时也可增强军事力量。 可见,曹操此时是没有杀刘备的动机的,而实际上,他也拒绝了承郁提出杀刘备的建议。 但是,曹操是迫于所面临的严峻情形。 无奈之下,才想方设法拉拢刘备,以确保能在关度之战中胜出。 而一旦目的达成,曹操就会对失去利用价值的刘备痛下下手,刘备也不傻。 他在心思被曹操戳穿后,就知道大事不妙,而施笔柱就是他内心焦虑的外在表现。 因此,他开始着手策划离开曹操的事宜了。 二,曹操其差一招,刘备金蝉脱壳。 机会是总留给有准备的人的,未雨绸缪的刘备终于等来了机会。 而他也把握住了这稍纵即逝的良机,成功脱险。 公元199年,走投无路的袁术,投奔袁绍。 消息灵通的刘备得知此事后,马上向曹操请英去追杀袁术。 理由是,袁术要投奔袁绍,必须经过下批,而刘备之前曾在下批驻守过,熟门熟路。 由于事出突然,再加上刘备给出的理由无懈可击。 而更为重要的是,如果让袁氏兄弟成功合体,那就增加了击败袁绍的难度。 所以,在情急之下,曹操答应了刘备的请求,但他也留了一手,就是派朱灵与刘备一同出征,以监视刘备。 但朱灵哪里是刘备的对手,刘备一到徐州,就痛下杀手,杀了徐州刺使车咒,成功夺取了徐州。 至此,本想在除掉袁绍后,再对刘备下手的曹操,不得不将计划提前,在关渡之战前,就开始追杀刘备,但为时已晚,此时的刘备已如蛟龙入海,就算是曹操,也不能轻易使之就犯了。 果然,曹操虽然击败了刘备,但是,刘备却投奔了曹操的敌人袁绍,曹操最害怕的事,终于发生了。 综上所述,曹操不杀刘备或将他软禁起来的原因,是因为刘备暂时还有利用价值,不过,一旦曹操在关渡之战中获胜,他就会向刘备摊牌的,这点可以从在一代赵事件爆发后。 曹操弃而不舍地追杀刘备看出端倪,但是,刘备却通过曹操所说的话,洞察了曹操的意图,并最终利用外出攻打元术的机会,金蝉脱鞘,成功逃离了曹操。 主酒论英雄这个典故的热度,之所以经久不衰,虽然与三国演义中的精彩描述有关,但是,曹操、刘备,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的精彩攻防战,才是这个典故深入人心的真正原因。 曹操想利用刘备超高的人气及声望,来逆转他相对元少比较低迷的支持率,以便在关渡之战前先占据道德高地。 所以,曹操放低身段,不仅与刘备出则同余,作则同席,而且还公开对刘备说,金天下英雄,为使君与操尔。 但是,曹操却忙中出错,犯了打草惊蛇的大忌,从而惊动了刘备。 刘备从曹操所说的话中洞察了曹操的意图,他知道曹操已对他起了戒心,之所以不对他下手, 只是因为要对付强敌元少,而一旦曹操在与元少的对决中胜出,他就将陷入万劫不复之中,要么被曹操杀死,要么被曹操软禁终生,为了摆脱困境,早就未雨绸缪的刘备。 抓住元素投奔元少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,主动向曹操请英出击,终于成功脱离了曹操的控制,而三国刘备也成为曹操一生的对手。 刘备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中获胜的关键,一是他有危机意识,未雨绸缪,二是当机会来临时,他能够牢牢把握住稍纵即逝的机会,并一击即中。 这,也是主久论英雄这个典故,留给我们的启示。